请问上师弟子有意愿出家 什么时候可以出家 有姻缘出家的话 当然随时都可以出家了 但是有没有姻缘 也好好考虑 比如说就是因为得了病 然后去出家的话 冬季发心也就是不一定很纯正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出家的话也未必是很好 我们很多绝大多数人的 对出家的理解就是这样子 要不就是失联了 离婚了 要不就是生病了 反正就是走投乌鲁的时候去出家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 当然如果有这个姻缘的话 比如说他临肿的时候就出家了 就穿袈裟 然后受了结 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走的话 因为他刚刚出家 他的截律肯定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非常的清津的截律 这样子走也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了 但是有没有这个姻缘 还是要自己去观察 如果是比如说家里 就所谓的姻缘 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决心 然后就是家里人 比如说父母 儿女 大家都能够同意并且支持 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叫做有出家的姻缘了 这些都具备的话 随时都可以自己看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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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